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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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耐心指導著學生彈鋼琴 抓出錯誤並提醒修正 調整學生手腕力量 改善音量大小 他是教員裡的 新任里長鄭凱隆 那這一個為什麼 他是做得到的東西呢 媽媽就是跟我介紹 有這一個鋼琴老師 然後他問我想不想要學鋼琴 然後我就想說 嗯不錯我可以彈鋼琴 這是我的興趣就可以來學 然後越學越久我越來越開心 不但會教鋼琴 就連大提琴都難不倒他 從音樂系畢業的鄭凱隆 其實早在還沒當選里長以前 就教音樂長達十年 未來他也希望能結合自己的專長 規劃裡內活動 表示最想做的事情就是發展句點 親自彈鋼琴給長輩們聽 希望為裡內帶來獨特的火花 希望能夠成立一個句點 然後可以讓老人來聽我們彈鋼琴 這樣子 我現在想到跟裡上可以結合的方式 有可能是用那個 我們裡長的團康活動 對然後就一起把學生 拿出去演出這樣子 不只這樣這位斜槓里長 既能再加一 在社群網站上可以看到 他化身成美食特派員 拍攝影片介紹各式里內美食 邀請大家一起來嘗鮮 還有我經驗嗎 我每天經過這裡 只知道來這裡喝咖啡 不知道這裡的輕食這麼的有深度 推廣一些店家 然後讓大家就是來心興趣 知道要去哪裡吃東西 對因為我覺得我們這邊缺少一些 所謂特色的商店美食 但可能他們很好吃 只是沒有去介紹 由於鄭凱隆里長的生日將至 區長等人特地前來祝賀 對於心興區 有這麼多新任里長加入 區長說 這次有32個里 有五位里長真的都非常的年輕 那也取代了就是 舊的思維跟舊的一些想法 那我想心興區以後會更加的 有創意更加的有活動 選舉過後有了許多新面孔出現 對於全新的職位也有了更重要的責任 相信在他們的付出與努力之下 會為高雄帶來一個更美好的心興區 記者邱玉婷 莊淑廷高雄採訪報導 期待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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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會兒